在这讲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边标上的线段长 标线段长我们用弧线 我们利用这个圆弧工具 圆心圆弧过三点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A 中间一个点再点个B 这边会跑出一个点 我们切成移动的 将这个点点进拉小 接下来线段我们可以改一下颜色 线的属性可以改成这个虚线 改成这个橘色 我们也可以把边对成一样的颜色 接着我们就要将这线段长标示在这F点上 连选插入文字 点一下 这个边对应的是C 所以就将这个C显示出来 按确定 再将这C点改成橘色 原本这个点的标签让它隐藏起来 这样子我就完成我们的线段长标示了 接着我们再来标另外一条 我们再示范另外一条边 我们再来示范另外一条边 圆弧过三点 C这里一点 这边点1 接下来切成移动的 一样将这个点 标签隐藏 然后这里点进调成1 然后将这边变成 变成这个紫色 现在还有一个小缺点 就切换的时候这点不会动 那如何让它改变这点的位置呢 我们现在对这个G点 我们可以重新设定 G点你如果设成C加D加1除3 这样子就位在这个重心 但是我们希望靠旁边点 如何靠旁边点呢 我们可以让 我们可以让C跟E的权重变高 就三个C再加上三个E 那整个呢 现在把它除7 G点呢就位在这下方 而且会位在这EC的这个中线上 现在它动滑杆改变边场的时候呢 这个点的位置也可以跟着改变 那剩下这几条编的原理也是类似 就让大家自己来实作吧